首先看到的是 18号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了 视听新境界 花东够数位的宣誓启动记者会 由NCC主委14号及县长黄建廷的贵宾 共同按下了大型打气筒的道具 点亮数位数的启动仪式 象征花东县市为他们加油打气 针对花东地区有限电视数位化的普及率提升 期盼能够与有限电视业者共同努力 加快在光纤铺设以及异化工作 早日达成有限电视数位化 还有智慧城市的目标 18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 由NCC举办视听新境界 花东够数位宣誓启动记者会 不但工程上面有许多挑战 市场上也有很多瓶颈要突破 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我们看到非常难能可贵的 不推数位化可以 一推就让全台亮眼 一举就突破20%的普及率 那在台东怎么样发展智慧城市 也一直是我们这两年来 很努力推动的目标 在大家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一个农业县这么偏远 这么贫困的台东 我们把这个全线免费的 这个户外的Wi-Fi TT-Free建置起来 而且开始在上面运用了很多的 价值的这样的服务 也连续两年获得全世界 这个ICF的21大智慧城市 这个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今年花东地区数位化普及率 设定目标为20% NCC特别提出补助方案 同时透过花东地区业者 逐步拜访推广声装数位机上盒 而且派员到用户家中 进行装机服务和使用教学 根据11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 都提前达成预设目标 好 那我们也谢谢石主委 这几年来 我们看见了台东的高抗灾的 这样的基础设施 陆陆续续的在进行当中 那当然首先要感激的是 在黄县长的领导之下 动态有些面试 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协助非常多 视听新境界花多 狗数位为大家一起打气 整个计划执行 除了能为花东相亲 开创视听新境界 也能够达成有幸电视 全面数位化的目标 进一步拉近城乡差距 动态新闻张家伟 台东市报导